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 久違的開箱影片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總共有兩種 然後大家也知道我每次買東西 是有目的性的 今天是因為 這一次呢 這個禮拜其實就是要準備國慶日 然後好不容易 來了美國快要 三四年 18 19 2021 對就差不多 四年 四年了 然後還沒有去參加過就是 國慶遊戲 然後升旗的 所以今年就是很高興有機會 就是要去芝加哥參加這樣的活動 所以 這次也是 剛好上一次去芝加哥開會長會議的時候 有認識一些朋友 那其他會長朋友 然後所以這次就決定說 那個既然 就是他有晚宴可以參加 然後晚宴到很晚大概十點以後 那是不是就在芝加哥在住一晚再走呢 然後就讓我有這個想法就是說 這次也要 這次也要 要去第一次要去是 大家知道我在 沒有Walking很喜歡騎腳踏車 然後 所以我想要 到芝加哥也去騎騎看 所以這次跟朋友要去 去芝加哥騎腳踏車 然後就想說 這個假日三天兩夜 就是我們禮拜五去 禮拜五八晚去 然後禮拜天回來 那這樣住兩個晚上 大概 以這個騎腳踏車啊 然後背背包 大概要多大的大小 可以容納一下三天兩夜的衣物 什麼的 然後後來就查一下 就發現說 原來就是40公升的書包 就是算是標準的 他就說 We can backpack 就是 如果你是出去過一個週末的話 然後你的 你是後背包的話 大概40公升是標準這樣 所以就訂了一個 Amazon訂了一個 評價還不錯的 這個backpack 那就是這個箱子裡面的東西 那 那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 因為這次要去住別人家 然後 現在其實 10月 接近中旬呢 其實 這個 天氣是算是有一點太變冷 那 所以 因為知道 朋友家的 被子其實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我就想說 訂了一個這個 旅行用的毯子 那等一下 打開來看一下 就是 是怎麼樣子 那所以 這一次就訂了這個 恩 這個背包 是 它是很有趣 它是 它可以就是收起來之後 是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就一個像一個袋子 這樣子 然後可以這樣提這樣子 然後打開的話 就是 它就是這樣拉開 然後 恩 這個原本裝的部分 就是會變成 在背包裡面的一個袋 袋子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 它就可以把這個 包包拿出來 然後 這個部分就會變成這樣塞進去 然後 就變成裡面的一個 恩 就可以置物的袋子 這樣子 那 這個帶 這個書包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部分是 就是它 恩 它其實就是 它的重量是很輕的 恩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它大概 只有 500公克左右 就是 反正不到 不到一百 這樣子 然後 剛剛的像這個地方啊 剛剛的這個袋子啊 原本是這樣子 就是過來的 套過來的時候 是可以把書包裝進去 那 這樣反過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 這個 書包的 裡面的一個袋子 這樣子 然後這個袋子裡面 也有附一個 就是這樣子 恩 防水袋子 那裡面這個 這可能就可以裝你的 要過夜 會用到這個 衣物啊 然後 還是 換洗的這個 這個 絲毛巾啊 等等之類的東西 這樣 那這裡它就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設計給你裝 這樣子 然後 另外就是 恩 它這個也有設計 就是 像一邊你就可以放你的 你的這個水服啊 然後另外一邊放你衣傘 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些扣子 所以如果你 你今天是背著 背包去登山的話 你也可以把你的 比如說登山帳啊 什麼的 是可以掛在這上面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 恩 這次買的叫 Venture Venture Pole 這個牌子 然後 恩 恩 其實 這個牌子今天也沒有聽過 所以就是 因為這次要去的原因 然後就 在他們從上面看評價 然後發現說 恩 它看起來實體 就是 在上面看起來 實際上是不錯 然後 現在拿到手裡面看的感覺是 恩 真的是不錯 就是 恩 感覺是 蠻扎實的 這個 一個包包 本來想說這個 欸這麼輕會不會摸起來 就是像塑膠袋那樣子 那其實它的觸感 就是很 很像 就是實際上你買包包這樣 你就沒有因為它 特地要把它做的輕 然後 所以就 就把它做的就是材質很差這樣子 摸起來 我是感覺不到 那種材質很差的那種 那種 就是為了要做輕的那種 然後 你用那種 嗯 塑膠還是什麼的 那種 塑膠袋那種材質這樣子 就是那種 你也知道 就防水那種 那 那其實這個 這個背包也有強調一個地方 就是它是 防水這樣 所以防波水的 那至於 到 多 誇張的防水程度 可能就是要 恩 如果有下雨的話 可能就可以實際上試試看 但是 就我 看它 它 官網上面 影片來 來測試的話 是說 滴子水在上面的時候 它是不會滲下去 這樣子 所以我想應該就是 一定 防波水程度 那 這個裡面它其實 除了這個後面有袋子之外 它前面有袋子 所以 算是 不錯 蠻多的設計 那到時候就實際上用的時候 然後 來看看是不是可以裝得下很多東西 看 看起來是 恩 兩天的衣物加 加這個 浴巾 毛巾等等的 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這個 比我原本的背包大概就大了 恩 可能大了 20%的空間 我覺得有 好 所以這就是 這個 到手騎腳踏車要用的 包包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恩 這個 毛毯這樣子 它叫做 Travel 恩 我是買 材質是買 Fleece的 就是 我有點那種 絨布的 然後 這叫 Travel Blanket 然後 恩 買這個也是因為 要方便 放入 這個 我的 買的這個 剛剛那個包包裡面 所以 就買了一個這種 旅行用的 那雖然 它這個 恩 看起來很小 但是實際上 它的 它打開的長度 其實是有到 恩 67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 對 沒錯 67 x 48 恩 那英吋 那就是差不多是 170公分到 一百 呃 乘以122公分 那 這個 其實就是可以 確定就是 把我的 恩 把我整個人 蓋起來 所以 這個 長度就是夠的 恩 這有一個什麼 OK 就是感謝卡 然後 恩 它這個牌子 叫做 Litum 一都美 恩 是 喔 哇 我沒有期待 是 這是台灣的耶 這是 看到 難得在Amazon上面 買到台灣來的產品 那 我相信它肯定是 品質非常好 這我非常期待 就是 Amazon上面多半都是中國 中國貨 那 能夠買到台灣 的東西 真的是讓我們 還蠻高興的 所以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 這是台灣的產品 那 所以 它就是這樣子的 恩 一個毯子 這樣子 那我感覺啦 恩 好 是有點薄啦 但是 實際上 這個其實 這個 這個 這個毯子啊 大概是什麼 作用呢 它其實 主要是 讓你 就是有點像是 你登機的時候 就在飛機上的時候 蓋的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是 是 Makesense說它 它沒有很厚 因為它是為了要方便攜帶 那所以 這樣子 我看看喔 恩 其實我覺得會溫暖 因為我買的材質是 Fleece的 所以 去別人家的時候 也許 可能再借一個 簡單的被子 恩 這個 現在的天氣 這樣子應該就是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 恩 現在是10月嘛 如果等 開了下雪之後 我就覺得這個 應該不太行 這個如果現在是 秋天的天氣的話 大概 設施 10度到20度的話 我覺得還 我覺得還沒問題 沒問題這樣子 所以 好啦 那這一次就是 測試看看啦 那也剛好這一次 沒有那麼冷 所以 如果 下一次真的太 冬天的時候 旅行的時候 恩 因為下一次 冬天的話 也不會再騎腳踏車 所以 恩 我可能就可以帶 更厚一點的毯子 那 如果這個可以 work out的話 我就覺得說 是蠻 划算的啦 就是 其他方面攜帶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開箱影片 那開箱的一個 這個 恩 Travel Fleece Blanket 還有這個 恩 騎腳踏車用的 這個 We Can Backpack 恩 Backpack 那希望這一次的 芝加哥 三天兩夜的 這個國慶之旅 一切順利 好 大家 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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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